那个老头肯定没有给摘星好脸色看 我要去提殿一下他 这是谁呀 在这儿撅着个屁股呀 是您哪 我还以为是那个三过家门而不入 我治黄河水患的下雨呢 您知道回家了 使人 大总管 我可想死你了 一见面你就咒我死 还想我 我还以为你是怕了靖王 永远都不敢回来了呢 笑话 我急冲 会怕那个老头 看你在外边混得那样 连衣服破了都不知道 这边 就这一抬手 对 来 你看不就是这儿吗 痛 痛痛痛痛 大总管轻点轻点 轻点 我都恨不得 把你这臭小子给吊起来打一顿 你这一走就是七年 药无音讯 你要是死在外边 谁定你收拾 谁管你啊 你个臭小子 你没良心的你 大总管 大安 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大总管 你活得好好的 谁给我发伤啊 大总管 走 你跟我走 你跟我走 今天我要是不让靖王给你打出屎来 我就不想屎 走 等一下 大总管 我不去见那个老头 你不去 揉不得你 走 大总管 走 此刻对马郡主最重要的 不是进攻敌国 而是需要时间平复伤痛 可是 匡扶正义 本王已经等了那么多年 难道马郡主就等不了了吗 出兵敌国乃举国大战 绝不可轻易从事 其兵力远大于我禁六军 况且马家军服过瘴气之伤 难道不该先行修养吗 对天下战局 马郡主难道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吗 若是一味地感情用事 只想着报复伯王 那不仅会让属下担心 让友军不安 更让马英大将军 颜面扫地 晋王教训得是 摘星知道错了 击杀才能成塔 统领军队的能耐 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郡主还是先回去 多多研习兵法 先下去吧 摘星告退 来 看来这个马郡主 并不像巨谣所说的有勇有童 一遇到事情就慌了手脚 只喝一味地逞强啊 逞强也罢 坚强也罢 既然那浑小子如此看重她 本王倒想看看这小女子 究竟有何脑袋 对 大总管我不去见她 臭小子 这里边 还是大总管对我最好 我是怕晋王不想见你 贸然把你领到晋王身边啊 坐下 我就等着被撵出去晋王宫吧 为了你这个臭小子 不值得 有吃的 娘过世以后 我就再没有吃过了 吃吧 四夫人最喜欢百合花 银耳是晋王最喜欢吃的 你呀 从小就喜欢吃这梨子 四夫人那时候经常喜欢熬甜汤 说着百合银耳离子汤 就代表你们一家三口 有的时候 你和晋王不再太远 他就经常熬着甜汤 想你们爷儿俩 小世子 你和晋王都是硬脾气 硬碰硬 互不相让都已经七年了 你这做儿子的不累 他做父亲的心累啊 你这一走七年 他从来不碰这甜汤 今天听说鸟回来 反常地把这甜汤都喝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早已经原谅你了 只是这脸上挂不住 既然你都已经回来了 就去和你父王认个错 你们爷儿俩和和气气的 你可要知道 你这一走七年 晋王从来没有下令 摘除你川王的王号 你人还没有回到太原 这晋军就任你好令 营救马郡主 这晋王宫防守是多么严密啊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这样的特权 小世子 你可知从何而来 老奴请小世子 换上这身衣服 去见晋王 不穿 穿上就等于跟这个老头低头了 那么请问小世子 若是以你急冲的身份 凭什么守护马家军和马郡主呢 回来 不用 минут 地人 巳主 你的手都受伤了 流血了 你忘了晋王所说的吗 断不能感情用事 要不然 只能给马家军和爹丢人 你能不能不要什么都听那个晋王的呀 你再这样练下去的话 身体会吃不消的 那也不能去找集冲 他已帮我够多了 川王世子驾到 这还是集冲了 变了个人 天呐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这个样子 简直是人猪之龙了 咳咳咳